管理文章梁 今天接台美国马萨诸舍州的胜部体听到 马里兰州的富州募金 跟美国加拿大林秀精英团14人 立任阿州无人机AI创新应用预备重心 来交流无人机三级政策的发展与合作的客气 管理文章梁标识 无恶战争和全世界看到无人机在无边境作战的参业 各国业务收到入业务应用 虽然台湾起步较慢 但是又来过去在半桌体 精密製造新材料顶顶産业基础 不过中国来的産业务领 已经旧被包括设计、生産、应用 选业无人机转机系统整合定力 今年四月管阜亚和经济部 跟阿松中心的业务职作团 参加技工技术 美国国材无人在旧店 当作台湾专丸 向世界选举 台湾CanHelp 外交部特别安排美国 有一些未来非常有潜力的 这些政府的工作者 到我们亚创来参访无人机 基本上大家对无人机都非常有兴趣 有很多州 他们的无人机发展的 可以说是非常好 但是彼此之间大概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怎么样 美国跟台湾合作 台湾大概在自动性产业跟制造业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美国跟台湾的合作 可以让无人机的发展 可以更顺利 而且在整个地缘政治的紧张底下 那无人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嘉义刚好在这个非常重要里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各国到亚创来参访 能够让我们嘉义 能够跟世界接轨 也能够让嘉义因为无人机 而让世界知道 台湾有一个嘉义线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 拓展我们无人机的世界市场 你今年十月跟华博协会合作 在台北国质电筑三业口基电 去台湾国质人工地区 去无人忙电 设定从台湾政官 创习国来华两人 帮助业者拍档华销通路 提官三令 当时美国临书团来访 向中国向方对无人机政策专业 跟市场合作的基盘 官府以接着推动 免兴航台航空 以接北京党党党党 欧修开发计划 至少大家就跟我们无人机三业务务 成为国际化的策势严正专业 和我们成为台湾无人机三业 电阅国际重要委员 大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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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